您在找彪谷嗎 找我就對了 速播大來投顧 02-2365-9333 2365-9333 大來國際投顧 103年金管投顧新字 第020號 這個可可報新聞 聽見全世界 全世界牛秀吧 收聽《財經一路發》 98新聞台FM98.1財經一路發 大家發發發 聽眾朋友 我是阮木華 這個多方操作的聽眾朋友 我們投資人 今天心情可以稍微暗定一點 今天終於是帶量反彈了 那我們今天節目現場的是 大來國際證券投顧的 卢文斌分析師卢老師 在我們節目現場 卢老師你好 那我孟華兄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同樣的我們今天同步 在YouTube平台上面有直播 所以聽眾朋友 上我們98新聞台 您可以看到我們的YouTube直播 那今天大盤出現了 開低走高的形態 跟先前動輒開高走低 或是開低走踢 的確今天這個盤是味道不太一樣 這520過後 大盤終於是出現了反彈的跡象 那主要也是因為中美貿易戰 打到華為這件事情 看到這兩天消息面顯示 稍微有和緩 因為美國商務部 已經正式公告了 就是華為的禁令延90天 延90天 延到8月中之後再生效 那這個延90天的意味 就是暫時放緩了 這個持續窮追猛打華為了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帶領的劉鶴 到幹州去看這個稀土的生產 以及製造 那這個意味非常的濃厚 因為稀土是中國大陸最重要的 向全世界出口的戰略資源 大家都知道稀土從飛機引擎 小到這個我們常家裡在用的 白色家電的吹風機 全部都要稀土 你手機裡面一定要用到稀土 換言之這個稀土 一旦是變成中國大陸 反制貿易戰的戰略武器的話 恐怕美國也要思考一下了 因為中國大陸是全世界 最大的稀土的運藏地 也是生產地 也是出口國 中國大陸的 每年出口的稀土 大概占全世界的供給量 達到八到九成 萬一斷貨的話 那還得了 所以習近平在這個時間點 去視察稀土 的確有他的戰略意義 而且是帶著劉鶴去 所以他大概美國商務部 也有意會到這件事情 暗示 暗示民視不管怎麼樣 盧老師這件 這個反正高來高去 對不對 中美兩國的領袖 高來高去 一定大家是要 這個你來我往嘛 所以看起來好像 這個美中貿易戰的情勢 稍有和緩 是 所以這個反彈 應該是五釀了 今天 價錢股價指數收漲了66點 是開低36點 盤中最低的時候是破底 到10342 我們今年講說 上個禮拜的低點 10363 是今天盤中是開盤之後 沒有多久跌破了 不過跌破之後 並沒有發生恐慌性的賣壓 再來講 跌破低點 通常都會有停損 跟恐慌性賣壓出來 但今天並沒有 小跌破之後 盤式就逐漸拉起來 今天收盤是漲了66點 重新回到年限了 今天來到10464 漲幅是0.46% 尤其是比較重要是成交量出來 今天有1281億 代量反彈 盧老師比較好的格局 對不對 剛剛孟華秀也提到 其實今天整個盤面的氛圍 有很大的一個不同 過去一直都是開高走低 要不然就是開低走低 可是今天很不一樣的是 今天是開低走高 完全是反過來 當然除了這個以外 各位也看到了 其實今天我們看到 其實這段時間加圓指數 即便它是在年限之下 但是一直沒有在超出 所謂的有效跌破的一個範圍 所以今天重新站上年限 這是第一個 整個轉強的一個跡象 第二個我認為它的指標性 更具備所謂的觀察點 是在今天加圓指數 站上了五日線 其實我們看到前一波 就是在5月14號當時留下的 10363的一個低點長下影線 當時重返年限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 加圈指數這幾天 一直沒有辦法能夠站上五日線 也就是說這段時間 一直是被五日線壓著打 對正是被壓著打 可是今天怎麼樣 已經突破了 那不僅突破 其實這條五日線 因為今天的一個突破 今天的一個開低走高 這條五日線 它往下壓的一個幅度 其實已經慢慢的走緩 如果說未來加圈指數 能夠進一步的 回到10500點以上的話 這一條五日線 甚至於會走平翻扬 原本是一個壓著打的一條壓力 有可能也有機會 會變成是一個支撐 把這個指數往上推 這是我說今天旁邊 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另外我們再來看 其實從這一波11097 就是在5月3號出現這個高點之後 一直到今天的一個低點 來到了10342 我們看到12天的交易日 12天裡頭 能夠去 今天的一個高點 能夠去突破前一天的高點 其實這個過程 12天裡面 只有一天 就是在5月15號這一天 當時最高點是來到10612 他有去突破5月 這個前一天 5月14號的一個高點 10544 可是即便那一天 是有突破前一波的高點 前一天的高點 可是當天 卻是帶下 帶這個上影線 而且也是一樣 就碰到 我說這是被這個 五日線壓著打 當時也是碰到五日線 無功而返 然後留長的上影線 然後就被壓回來 可是今天我們說過 其實今天的高點 他已經突破了 昨天的一個高點 今天的高點 其實而且還是很明顯的 是帶量的去做一個突破 那我們看到 其實這一波 我們在5月14號 當時出現了 1000多億的 1396億的量能 加上今天我們看到 低點 即便是跌破的 短暫的跌破的10363 可是很明顯在形態上面 卻出現了一個 所謂的破底翻的 這樣的一個走勢 破了之後 卻一路的往上拉 所以從這兩天 從5月14號到今天 整個格局上來看的話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其實在10400點以下 這個買盤 它就會變得 非常的積極 所以從這裡來看的話 似乎也意味著 這個10400點以下 這邊它是一個 有效的支撑的區域 加上看到今天 整個國際股市的部分 包含大陸 包含美股的這個盤後盤 走勢也都十分平穩 所以以目前來看 似乎這個氛圍 可以讓這一波的一個反彈 能夠延續一段時間 好 那的確這個貿易戰 這打打停停了 不可能一支窮追猛打 打下去了 因為畢竟 你說真正兩軍在作戰 也有休戰的時候了 大家也要稍微喘口氣休息一下 然後這個陸股的確是今天直穩 尤其現在目前剛剛5點鐘最新消息 中國人民銀行再降準 再降準 它這個定向降準 是針對商業的農村銀行 降低一個百分點的存款準備金率 也就是說呢 它這次的降準的對象 鎖定是限域的 就是限期的農村商業銀行 人民存款準備金率 剛剛最新的消息宣布了 降準一個百分點 代表什麼大陸 也要寬鬆資金 因應這一波的貿易戰 跟股市的情況 好 那今天入股也的確 出現了明顯的一根紅K棒 也就是說守住底部 是這一波入股非常重要的 觀察方向 那入股只要不再 這個劇烈的下跌 相對也不會拖累到台股 那今天入股收盤 戶指是漲了1.23% 深層漲了1.9% 另外創業板呢 漲了1.66% 尤其是深層 將近2%的漲幅是最大 那稀土的整個板塊 是全面大漲 這當然跟習近平去試探 稀土 試出這個戰略資源 重要的意義是有關的 好 那另外人民幣今天也指貶 人民幣今天只有小貶了25點 這兩天人民幣的匯價相對也穩定下來 在4點半佔人民幣收盤是貶25點 收在6.9166 雖然說創下11月31號 2018年11月30號以來新低 但是這個貶是已經和緩了 不過比較不好的就 昨天羅老師一再跟聽我朋友講說 外資很重要的觀察方向 如果要止賣為買的話 台幣一定要止貶 可是我們看到今天比較 這個盤面在反彈 比較沒有那麼理想的是台幣繼續貶 台幣今天貶了7.5分 收31.46 這個短短幾個交易日 台幣已經直接從不到31塊 供到快31塊5毛了 換言之已經貶了這個五六角了 今天再貶7.5分 這個又創了波段匯價的新低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外資的確是 今天還是站在賣方了 連續第10個交易日賣超 集中交易場賣超70.69億 三大法人是合計賣了34.94億 主要是因為自營商今天買了30幾億 另外投信也買了3.5億 這個講的是集中交易場 這個價權指數的部分 另外在貴買的部分 外資今天賣超的金額也縮小到2.49億 不到2.5億 那三大法人貴買小賣2.3億 所以今天貴買指數也彈了1%起來 漲了1.32點到132.92點 那貴買指數在昨天是破了這個相對的低點 是創新低的格局 那今天會不會是一個破底翻的格局呢 這個要繼續請教羅老師 不過從法人的角度來看 迪玉籌碼面還是比較亂了 所以彈上去 當然羅老師剛剛講說 這五日線能不能從反壓變支撐是個關鍵 然後呢 如果真的能從反壓變支撐 主要重點要守穩的10500點這個位置 守穩這10500點 年限守穩了 就機會進入進一步挑戰 十日線月線跟季線了 羅老師 所以目前我們先以這個反彈四支 對不對 大凡是以先反彈四支 短線上來看 我們當然先看反彈 先不要看回聲 因為畢竟以目前來講的話 整個主客觀的條件包含像這個外資的賣壓 它還沒有終止嘛 那今天即便這個投信跟這個自營商已經開始轉賣為買 不過外資的賣壓還在 不過先前就在昨天的節目裡頭 我們跟各位提醒 其實外資的賣壓 最主要是來自於新台幣的一個貶值 那新台幣的貶值 它連動的又是這個跟人民幣 這個有很直接的一個關係 我們說人民幣這一波是從5月5號開始做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貶值 那這個台幣剛好從5月6號開始貶 這中間大概有一天然後兩天的這樣的一個落差 不過剛剛這個孟華兄也提到了 其實人民幣的部分在今天已經出現了一些比較指紋的一個味道 那如果到未來它能夠進一步的指紋 甚至於出現所謂的指貶回升的話 那我相信很快的在整個台幣的部分它也能夠指貶 那一旦台幣指貶 我相信這個外資的一個賣壓很快也就會平息下來 甚至於也會轉賣為買 所以我說今天的一個氛圍就很不一樣了 那也因為今天的氛圍很不一樣 所以藉由這個機會也跟大家說一聲 先前大概這兩個禮拜以來 跟大家一起所謂叮嚀的 有一檔股票叫做復仇者一號 當時要說帶著大家一起進場的一檔股票 因為這段時間苦無進場的一個機會 因為整個盤面的氛圍實在不理想 那這段時間其實坦白說了 我也很急每天看著盤這樣子 那明明是一檔被挫殺的被低估太委屈的股票 卻苦無出手的一個時間點 我也很急那這段時間又有很多的一個投資朋友 一直打電話來我們到底什麼時候出手 什麼時候出手 那其實我們就一如先前跟各位所提到的 我們絕對在操作上面 不是為了買股票而去買股票 我們一定要等到對我們最有利的一個時機 我們才出手 因為畢竟出手就是為了要賺錢 而不是出手是為了買股票 所以一個好的買點 往往會決定一次操作的一個輸贏 那就在大家等了12天之後 真的大家久等了 不過今天的氛圍適合做一個出手 所以我們在今天9點半的時候 我相信不管是看電視的 是聽廣播的 尤其是我們財經一路發的所有的一個聽眾朋友 只要你當時有打電話進來預約 這檔復仇者一號的一個聽眾朋友們 我相信你在今天9點半的時候 都有接到我們服務人員的一個通知 我們進程買了一檔股票 那這檔股票就是3049的核心 那我說這檔股票 當時在報給各位的時候 大概也只有12塊多了 那你看今天在我們9點半出手之後 我們的一個復仇行動正式展開之後 從10點10分開始 他就一陣的一個急拉 一路的急拉 甚至於在10點半左右 就直接攻上了掌停板 鎖起來了 那我相信有40分鐘的時間 讓所有的聽眾朋友可以慢慢的 來做一個佈局 也不用去追高 可是你看不完局之後立即的 就很快的就能夠攻上掌停板 這個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忍著沒有出手的原因 因為我們要等待一個對我們最有利的一個時間來做一個出手 所以今天這檔股票 復仇者一號 我們的一個復仇行動 也是起開得勝 也是就勝利大成功 這邊也藉由這個機會跟大家說一聲恭喜 好的確出手要出在關鍵時刻對不對 就是說出在那個點上面 因為股票市場是這樣子 漲跟跌都是它的貫常定律 它會漲它也會跌 所以基本上漲跌就是無常的 但是如果說你出手出在一個上漲 關鍵的時刻點上面 你自然能順著這個趨勢往上 對不對 如果說你太早出手了 你搞不好忍不住你要賣掉了 因為股市的波動太過巨大 你就本來看好這檔股票後續的這個漲勢了 可是這一波動一震盪之後 你又把它洗掉 你又被賣掉就很枉然 所以能出在關鍵點上才是高手 那至於說美中貿易戰 現在目前看起來形勢有暫緩了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它不代表貿易戰停止 那為什麼要暫緩呢 因為也要讓美國的廠商喘口氣 因為最近美股的跌勢也蠻明顯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個週二 週二最新一個交易日 對不起週一這個禮拜一 美股的本週的第一個交易日 道瓊工業指數盤中一度跌200點 結果收盤是跌80點 那當然我相信川普總統也不希望美股持續的大跌下去 即使是收跌80點 跌幅仍然有達到0.3% 標普跌幅是0.68% 尤其是納查克科技股跌幅更高達1.46%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想川普應該也會節制一下 不要再繼續對貿易戰施加重手 以免影響到美國股市 這個造成更多的這個不可控制的跌勢 那你可以看到最近這個失掉華為大客戶 美國的半導體巨頭 其實是有苦說不出來的苦哈哈的 這個包括塞林斯股價 週一下跌3.5% 高通下跌將近6% 你可以看到這些股票最近的跌勢都很猛 這半導體股尤其是沙盤重心 另外蘋果的股價也出現了持續下跌 跌到了183塊錢美元一股 這個對蘋果來講 後面會不會變成是中國反制 這個就是反制華為的在中國大陸的武器 現在目前市場也不知道 所以說這個這樣整個打下去 我想暫時要喘口氣了 所以趁這個喘口氣的期間裡面 個別股票就有他表現的機會 也許指數空間沒有那麼大 但是個別股票的確有他表現機會 就像剛剛盧老師所講的 這個核心一拉拉要漲停板 大盤今天講實在的再怎麼漲也只有66點 可是核心一拉拉要漲停板 所以個別股票恐怕才是現在目前 我們關盤的重點 美中貿易戰下面有沒有餘翁得利的公司 就是說不但是置身事外 反而因為美中貿易戰 他可以餘翁得利 當然目前我們知道所有的一個盤面的焦點 似乎都擺在整個中美貿易的衝突 那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傷害 或者這次華為 受美國的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制裁也好 或者說這樣的一個牽制 那到底會有哪些股票受害 但是我們常常有聽到說 我們做人要正面思考 對不對 其實做股票也是一樣 當你在想說 這個隨著美中貿易大戰這個衝擊 影響到哪些哪些股票的時候 其實不妨換一個角度來看 有哪些股票是從中能夠直接受賄的 那我們就以華為這件事件來看 我們知道說華為是全世界最大 第二大的一個所謂智慧型的手機的一個廠商 它是二哥 三哥是蘋果 這一次當華為被美國這樣牽制住以後 到底誰會直接受賄 或許有人會覺得是老三 所以蘋果有機會 可是應該蘋果現在也剩在等 因為如果說中國也對這個蘋果予以制裁的話 當然可能是二哥三哥會一起躺下了 那如果說二哥三哥一起躺下的話 那誰會受賄 當然就是大哥的三星 三星會直接的受賄 好那問題來了 當整個三星會直接受賄之後 如果它的一個出貨量 或者它的市占率能夠提高的話 那三星的一個概念股 就值得去進一步的去做一個追蹤跟思考 對不對 那其中我們就說智慧型手機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零主件 那就是在AMOLED這個部分 那AMOLED就SAMSUNG來講 它有兩家的這個所謂的供應商 其中一家是華映 那其中 那你下市了 對 我想以目前來看 以它的現在的財務結構的這個狀況 也不太適合吧 對 除了不適合投資以外 我相信SAMSUNG要下給它 它可能也要經過深思熟慮 那除了華映以外 還有另外一檔股票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我們今天才剛剛出手的 這檔復仇者一號核心 好那一旦 因為它就有兩家一個供應商嘛 那如果說 這個華映 它退出這個所謂的供應商的一個供應鏈的話 那當然這個核心 它都變成是一個獨家的一個供應商 怪不得大家監工到漲停 對 所以這個華映立華集團的核心 所以說有些時候在一個關鍵點 你看同樣一檔股票 那我說其實這段時間從5月3號 就讓各位來預約這檔股票之後 這12天 不過你在哪一天買 我相信都沒有今天來的好 因為前幾天買 你一定就是套牢賠錢的 可是今天馬上就能夠直接的一個 攻上漲停板 當然這個時間的一個點位 還有就是它整個訊息的一個反應 這個都非常的重要 尤其這檔股票 我說過 我們過去在節目裡面 也跟各位提到現階段的一個操作 手動三增跟雙優 這個就是4月的營收要雙增 這個0月雙增 然後1到4月的一個累積的營收也要成長 那最重要第一季的一個季報 它也要符合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跟去年同期 還有跟第四季來做比較都是成長的 那以目前來看 似乎這個核心也符合這樣的一個標準 因為4月的營收 它跟3月的營收比較起來是持平 那如果說跟去年同期的話 哇那不得了 成長的將近九成 那如果說就第一季的季報來看的話 它這樣說好了 去年全年核心也不過賺0.25 它光今年單季第一季單季 就賺了0.32 就已經超越去年全年了 那如果再加季 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說這一次 整個華為的事件持續擴大 這個Samsung直接的受惠 然後對它又成為一個獨家供應商的話 那當然後續的這樣的一個成長性 就值得期待了 那除此之外 當然也是符合這樣的一個狀況 包含像我們先前跟各位所提到的 這樣好像原相 因為在這一波裡面 完全不干它的事情 因為它是遠離暴風圈的一個股票 那又加上利空出境 那這些我想整個操作的一個思維上面 都是可以來做留意的 那今天甚至於一些利空出境的股票 包含像這個4943的這個康控 今天也有明顯轉強的一個跡象 甚至於6669的圍影 這個是我們在節目裡頭 一直跟各位所追蹤的 這些被挫殺的也好 股價太委屈的也好 我想在接下來大盤平穩之後 這些體質好的股票 它當然會一馬當先的走在前面 大家可以來做一個留意 好 現在目前台子期的盤後 夜盤回到平盤 剛才一度跌了十多點 將近20點 現在回到平盤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美國電子盤大拉 這跟昨天的走勢正好相反 昨天美國電子盤是在盤前大殺了 但今天卻出現了大拉 而使得現在目前的台子期 回到了平盤的位置 現在目前美國的小納薩克 漲了49點 漲幅達到0.66% 另外S&P500指數漲6.6點 漲幅是0.35% 道瓊漲了92點 漲幅是0.36% 所以美國電子盤不但 是在平盤之上 而且剛才納薩克指數 還明顯的很清楚的 明顯的一根紅K棒 出現極拉的走勢 所以看起來真的反彈的架構 是從美股到台股都存在的 所以大家在這個地方 可以抓住反彈的波段 找尋特別有題材 跟有方向性的個股來操作 也非常謝謝盧老師 今天再次來我們節目裡面 跟大家講到 今天整個盤式的狀況 謝謝盧老師 謝謝 好 那天后面 我們這邊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現場